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吊炸天的是 他直接把整栋楼的网络交换机给关了 并且还要求邻居们晚上八点以后就不能发出声音 尼玛 只需你家华还不许别人滚穿的吗 这日子没法过了 前几天广西柳州一男子温某 原本打算放后带女友去当地的艺术中心电影院看电影 没想到女友竟然表示已经和前男友看过这部电影了 温某顿时怒火中烧 一气之下在微信的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 艺术中心电影院明天爆炸 去的人也单身 本来是随口这么一说 没想到警察水族居然当真了 随即把他带走教育 并处以行政拘留两天的处罚 你说啊 警察还管人是不是单身 那简直胡闹嘛 近日汉口的杜先生为了让上高二的儿子 睡前不玩手机 想出了一个绝招 陪睡 这个杜先生也是牛逼 据说他的儿子十分沉迷手机 好几次凌晨突击查房 都发现儿子躲在被窝里玩手机聊QQ 眼看明年就要高考了 杜先生决定一步做二不休 干脆每天晚上都来儿子房里陪睡 一个多月睡下来 别说效果还真不错啊 儿子果然不玩手机了 这样坚持睡上一年 明年别说考上大学 领回一个男朋友也是妥妥的 本期节目由傲视西游赞助播出 啊没错 这期又是我朵拉女侠代班 安哥竟然又丢下工作 又去相亲了 简直太不像话 这也不怪安哥啊 你看啊 孙悟空再能打 也是需要金箍棒的 你这么一说 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那你知道魏毛孙悟空有了金箍棒 还是干不过卢来吗 魏毛啊 因为啊卢来是个宅男 他有一只很强壮的手 你是想说 就算安哥找到男朋友 也不是你的对手吗 我什么也没说啊 赶紧做游戏赶紧做游戏 好吧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游戏 就是傲视西游 讲的是孙猴子被卢来掳下来以后 你作为一个新一代的救世主 带领群妖打遍三界 拯救妖族的故事 这个世界观啊 也是奇葩 这帮妖怪当初被孙猴子打得满地找牙 现在你嘛 乐真的拯救大圣 火狼啊 腰是腰他妈生的 被虐狂啊 是啊 万一大圣和他妈同时掉到水里 呃 呸 你不要小看这个世界观啊 据说是台湾第一幻舞小说家 高楼大厦打造的史诗剧情 也是牛逼得很 玩法嘛 还是以卡牌收集和PK为主 顺着地图一路路过去 就可以见到很多西游记里的小伙伴 果然还是自动战斗啊 开打的时候可以抽空去上个厕所 或者滚个传单 上课档手残档必备 不耽误功课还不伤手哦 呵呵 但是也不要忘记升级装备 要不然死起来也是很快的 除了主线任务 还有一些辅助的玩法 比如这个八十一难 让你重新体验取经的艰辛啊 从走长征路 不忘革命泄泪史 你马这还不是阎龙打怪吗 和祖先有什么区别啊 有啊有啊 死得更快 我查 不过奖励也会更好一些 还有这个斗法也有点想法 居然把PVP和消除游戏结合在一起 每个格子都是一个玩家 通过PK来打败格子 最后把宝箱打下来 这游戏打起来 跟一般的回合制还不一样 更像多人格斗 一个打趴下来 下一个接着上 所以呢 一定要挑厉害的往前放 功夫在点 一砖料到 单挑要是不过瘾 游戏还自带卡牌团战系统 卡牌也能组队刷怪打群架哦 喜欢群劈的小伙伴 可以去撸一把 打完群架 我们休息一下 来玩一个脑洞全开的 奇葩游戏 火柴人冒险 主母又是这个火柴人 尼玛 这个家伙要被玩坏了 说吧说吧 今天我们要怎么整他 让他办人缘泰山 点击树的任何地方 就可以从他的手上 发射一根线 用这根线淡到下一棵树 一直淡到终点不落地 就算过关 我去 你刚刚不是说人缘泰山吗 怎么被你说的 跟蜘蛛侠一样 哎呀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本质上呢 他们都是狠荡的男人 记住 千万不要提前落地啊 我擦 果然很荡 可以荡这么高 荡起来的时候 点一次屏幕 可以断开线飞 再点一次屏幕 就能发射下一根线 哦 我找到窍门了 可以让它飞一段 也可以用长线 延长 荡的距离 来来来 看我丢长线 放个风筝给你看 嘿嘿 厉害吧 哎呦 哎呀 操 线太长 直接拖死了 废话 心越长 当了 当得越远了 但是呢 也越容易下垂 不要为了证明自己也很大 就不注意尺度 好不好 切 人家从来不跟别人比当 有本事 跟我比状啊 阿呸 我又不是安哥 哈哈哈哈 那啥 为啥 当到这里过不去了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啊 卡住了 根本看不见路啊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终点 哦 对 你看啊 下面有个圈 你试试掉到这个圈里 好嘞 哎呀 不行 再来一次 卧槽 尼玛终于成功着陆了 呀 海量栏目订阅 最全游戏专区 游戏一站搜索 美女游戏直播 专业编辑团队 离线观看模式 六大功能特色 游戏新闻 视频攻略 警图全搜罗 尽在1773手机客户端 好的来看我们今天第三个游戏 龙龙机器人 游戏一开始 我们先选语言吧 哎 别费事 有差别吗 哪个我都看不懂 随便选了 好吧 直接进游戏 好了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女汉子 她这里说的意思是 呃 随便了 直接跳过 看起来这是个机器人格斗游戏啊 这造型啊 简直是满满的恶意啊 我喜欢 初期码机器人没得选 有什么就得用什么 就这样拉出去练练吧 呦喝 小样 看起来对手很菜啊 看我分分钟秒杀的 哎 我 这 这 这 一开始就这么凶不 至于吗 不行不行啊 横的怕愣的 我得先闪 好一个像满威 干得漂亮 二运选手被追着一顿暴局 毫无还手之力啊 哎 不是啊 不是 这摇杆也太难用了吧 这是着死的节奏啊 只好一边跑 一边找机会反杀了啊 反杀你妹呀 你压得太勉强了 死路一条 哎 什么情况 对手好像被砍住了 是啊 卧槽你看 上局出现今天逆转 小样的 让你转 让你转 我砍 我砍 你马居然赢了 二运 你欺负一个卡住的机器人 算什么英雄好汉 这个世界呢 本来就是这么的冷酷啊 你又何苦强求一个受尽苦难的男主播呢 是不是 就像我今天坐在这里 你马居然没有被打 我也是可以偷笑了好吗 说得好 但这毫无意义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又要结束了 本周的游奖问他题目是 今天介绍的第一个游戏 奥式西游 剧情是由以下哪个作家打造的 A 高楼大厦 B 郭敬明 C 九把刀 D 崔陈浩 请将答案发至腾讯微博 并 at 袖手旁观回复我们 我们将随机抽取三名不幸的小伙伴 送出精美的游戏周边